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最近一段时间 朱令的离世频繁在热搜上刷屏 这位清华女学霸被人嫉妒 遭遇投毒 她中毒以后被痛苦折磨了29年 最终还是不幸离世 为此 清华大学在官方微博账号上 也发布了道文 朱令被人投毒这件事情 也牵动了无数网友的心 大家都在关心凶手究竟是谁 这个凶手是不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网友的力量是强悍的 经过无数证据的拼凑 网友开始还原案情 并且锁定了凶手 有网友表示 投毒的大概率是朱令的室友姓孙 之前逃到了美国 有知情人透露 孙维的家族中有不少身居高位的人物 都是红色后裔 有人甚至直接点名 以这样的家庭背景 很难想象他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再一个 如果孙维是被诬陷的 凭他们家族的背景 分分钟让造谣者进去采缝纫机 让人奇怪的是 面对如洪水般的舆论 他们家始终保持沉默 这让人感到十分费解 在这一事件上 孙维有很多问题 需要向世人解释清楚 事发后没几年 不知是什么原因 让孙维决定去美国 在2013年 有15万北美华人请愿 要求美国移民局把孙维驱逐出境 此后 孙维再也没有拿到过美国签证 没办法 孙维只能转战澳大利亚 并一直留澳至今 期间 就连母亲去世 都没敢回北京送葬 可见心虚至极 据了解 孙维目前居住在澳洲破斯 与老公谢飞宇从事建材生意 还有房地产产业 两人生活得十分惬意 完全不会受到国内任何舆论的影响 在得知孙某可能在澳洲生活的信息后 澳洲华人也纷纷开始了侦查模式 直接挖出了更多消息 有网友表示 自己找到了孙某的社交媒体账号 并且没有任何遮挡地直接放了出来 按照这个账号的ID显示 这个人的确在澳洲 而且是一家人都在澳洲生活 账号的签名是 要接受现实 因为这一定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美意 只不过在网友将这个账号发出来以后 目前这个账号已经注销了 在这篇帖子下面 网友也展开了讨论 比如说2013年凤凰卫视的采访之中 孙某为了洗白 结果暴露了更多内容 还有网友发出了一张截图 截图上面清晰可见一句回复 又不是孙一个人干的 听这口气 要么是当事人 要么是知情者 下面网友的回复也是很统一 都在质问他是不是本人 就是这句话 让网友们开启了福尔摩斯般的侦查工作 果不其然 在一番搜寻过后 ID背后的人物被彻底扒了出来 这个ID对应的其他平台账号显示 sunshiyan 孙世言 名字对上了 网友们也太厉害了 这个账号注销以后 网友又开始了搜索 结果找到了一个IP同样在澳洲 签名同样是要接受现实 因为这一定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美意的账号 不知道是删光了账号内容 还是没有发布过内容 有了追踪之后 网友开始陆续曝光更多他的消息 比如说 有网友表示 孙的第二任丈夫可能是波兰国籍的犹太人 是从姓氏中发现的 然后表示 他和现任丈夫的小女儿上的是犹太学校 以此推断是犹太人 接着 有网友通过工商信息 扒出了孙世言的房产资料 从资料上可以看出 孙世言和谢飞宇拥有同一栋物业 这栋房产购置于2015年7月14日 再接着 这栋房产的费用也扒出来了 949,999澳元 也就是450多万人民币 看来 孙维手里还是有钱的 不仅在澳洲买了房 孙维还成为了房地产开发商 自己名下另一套房子正在拍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址被曝光 担心有网友上门找他麻烦 随着爆料的信息越来越多 孙维在澳洲华人圈 遭到了非常大的抵制 有华人建议 应该去澳大利亚国会签名请愿 把孙维驱逐出澳大利亚 就像上次美国那样 如果真的可以 那实在是太好了 截至目前 已经有上万名华人签名 就看澳洲当局会不会采纳了 不仅如此 还有网友写信给墨尔本当地的犹太学校 表示 孙某的孩子可能遗传母亲的 或许会对学校里面 一些优秀孩子的安全造成威胁 咱们华人还是很团结的 对于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 都能保持一致 坚决抵制 相信一句话 善恶终有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朱令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九二级学生 1994年末开始突发怪病 1995年4月28日被确诊为剧毒物他中毒 随后各方确信是被人投毒 警方曾立案调查 但至今无果 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孙某 当时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合法取得他言并接近朱令的人 2013年 神探李昌玉博士曾接受专访 他表示多年未破的案子他们称为冷案 朱令案如果要侦破的话非常困难 但如果有原始案件原始物证的话可能有机会 2013年5月8日平安北京发布消息 称对朱令令案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 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 此案最终无法侦破 朱令令是朱令的真实姓名 因同学间亲密 大家平时都叫她朱令 北京警方感谢社会各界对朱令令案关注 警方对这起案件未能侦破深感遗憾 对朱令令个人遭遇的不幸和家人承受的痛苦 深表理解和同情 北京警方指出 工作中专案组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办案 未受到任何干扰 公安机关和侦查人员对所有的刑事案件 特别是严重侵害公民生命安全的案件 都会尽职尽责 全力以赴开展侦破工作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 但也确有一些案件受侦办条件限制 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最终无法侦破 对此也希望社会公众能够理性客观看待 尊重侦查工作规律 理解支持公安机关依法办案 2018年 一位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和赫敏拿到了朱令在第一次毒发期间 也就是1994年的9月和第二次毒发期间1995年的3月6日的两根头发 用激光烧石等离子体质补法分析了头发中重金属含量的分布 由于头发是匀速生长的 所以每一段头发上的它含量可以显示出凶手投毒的剂量和频率 根据它们的论文结论 第一根头发显示 朱令并不是一次性大剂量中毒 而是在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中毒多达25次 是小剂量多次慢性中毒 而在11月后 中毒从其他方式转为口服 从慢性转为急性 而它在第二次病发期间新生长出来的头发则证明 它在寒假结束回到学校的八九天中 每天至少中毒一次 中毒量比第一次大许多 中间经历过什么 已经不言而喻 可是想要破案是需要证据的 问题就在于关键证据已经被销毁 所以根本无法确定嫌疑人 1994年被投毒 到现在2023年 29年时间 朱令从一个清华学霸 慢慢被折磨得失去自我 丧失了生活能力 天之娇女也就此陨落 朱令虽然走了 但是我们应该谨记 公平跟正义才是这个世间原本的样子 这笔账我们迟早都要跟真凶算一算 最后 不管做过什么事情 不可能是天衣无缝的 再心思缜密的人都会犯错 有疏漏 孙维但凡有点良心 想舒舒服服的生活 就应该主动自首 后半生做善事赎罪 大家认为我说的对不对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交流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